郑飞的困扰,好几年了,脚后跟一直开裂,皮肤粗糙,握脚后跟一直开裂,需要她什么有效? 脚后跟开裂,穿丝望一会就磨烂了,一点不光滑,很烦恼,32岁,脚后跟一直开裂,一眼看穿,脚后跟干裂即使在夏天,也有不少人会出现脚裂现象,情况轻折,可能只表现来干燥和军裂, 然而情况严重者,脚裂的同时还会出血,为了缓解这些症状,很多人想到的是涂抹一些护肤霜,可是发现并没有脚裂并没有改善,其实,脚裂的原因远不只是干燥那么简单,脚后跟干裂偏爱这三类人脚裂,一发生人群主要是老年人,产后妇女,一时结构不合理及免疫力低下者, 涂抹一些护肤霜,脚裂,愿不只是干燥衣,中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,死亡的细胞多,新生的细胞少,皮肤弹性差,一发生脚后跟干裂,二运产后,大泻紊乱,引起新陈代谢紊乱,形成脚裂, 三,营养因素维生素A和维生素E的缺乏也可导致脚裂 四,真正感染,往往也会表现为感烈,皮肤弹性较低,另外,在寒冷的天气,血液循环差,皮肤弹性较低,也容易引起脚裂 狡猎,跟着这样做第一步,泡脚,温水泡脚,泡脚时间不要过长控制在15到25分钟即可,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动手DIY,简单又滋润 一,取生姜一大块,柠檬两只,生姜捣碎,柠檬切片,加适量水煮沸后倒入浴盆中,将双足浸泡半个小时,能舒缓压力,滋润美足 二,取苹果两只,醋半杯,将苹果倒烂与醋一起放入浴盆中,将双足浸入,对修复夏天山山的足部皮肤有较好疗效 三,取干玫瑰花12克,麻油一碗,将玫瑰花放入麻油中煮约3分钟,待冷却后用瓶子注存,每次泡脚时取两茶匙放入浴盆中,科室气血流灌,皮肤润滑细致,温水泡脚 第二步,定期去脚趾,脚步是身体上压力最大的部位,也是脚趾堆积最后的部位 特别是喜欢穿高跟鞋的女生,脚上的脚趾更为厚实 如果想要脚步恢复细嫩,每周去脚趾是不能缺少的 先用热水泡脚5分钟,软化脚趾后,使用预言止除老肺脚趾 如果脚已经出现干裂,不建议给脚去脚趾,干裂恢复后,再去除老肺脚趾 第三步,修复干裂,优效解决干裂,粗糙问题,干裂,死皮一旦形成,很难恢复 很多人先想到的方法是涂抹护肤霜,再效果减加,最有效的方法是 每天泡脚后局部涂抹裂背凝,一日二到三次,对皮肤的营养和滋润都有良好的作用 独特草本修复配方,有效解决干裂,粗糙问题,让双脚展现柔嫩和光滑 无油腻,易吸收,无香味,也很好找,网上就有,再配合赠送的脚跟干裂保护套 比什么都管用,不妨试试,脚后跟干裂,要找些地方才是一 补充维生素,平时可以多吃蔬菜,水果来补充维生素,预防脚跟干裂 二,注意卫生,有些小姐姐,在家里习惯不穿鞋子,光着脚走来走去 这些都容易让我们的脚感染真菌,就有可能出现脚跟干裂哦 光着脚走来走去 三,注意保湿,在晚上洗完脚后,在脚上多涂一点护肤霜的护理品 让脚跟保持湿热度,能有效防止脚跟干裂 四,防寒保暖,天气较冷时,记得穿上厚袜子和鞋子 保持脚不温暖,久坐久站,要记得不时的试炼活动一下 促进脚不循环 五,避免刺激,生活中要避免接触肥皂或其他有刺激的物质 如果是工作需要,不得已而接触,可以戴一双脚套来隔绝外界刺激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